歡迎光臨 問完你剛剛要補充什麼 其實因為曾大哥 剛剛提到那個位子的問題 飛機積累的問題 讓我想到我有一次 其實工作一整天 我在南部 然後我上了高鐵 我是對號的那個車票 然後我坐下來之後 我旁邊有一個 就是已經坐好的一個乘客 然後他不斷地就會這樣子 會抽動 那我知道他應該是有先天性的疾病 對不對 可是老實說我沒有任何的 就是說歧視或幹嘛什麼 可是因為我一整天工作下來 我需要休息 所以我這時候 我沒有說站起來 然後就說站務人員怎麼樣 我就是呢 等到站務人員經過的時候 我就跟他瞧瞧講說 我可不可以換位子 他就幫我換到了 他說我說但是不勉強 你看有沒有空的位子 然後看那個位子是不是就知道 他就幫我換到其他的位子 好 我跟你講很快 我當天晚上就有人 take我 你知道嗎 他們來檢討我 而且是當時坐在我旁邊的 那個人意思說我歧視他 他說你難道看不出來 我就是有 那個應該是 妥瑞視症或者什麼 他就是不能自主的 可是這個跟你 我其實沒有關係 是我需要休息 因為你可能一分鐘抖動好幾次 我可能閉目養神都沒有辦法 我只是說跟站務人員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 看有沒有這個方便 幫我看看有沒有別的位置 我不知道各位會怎麼處理 我當下是這樣處理 然後默默地站起來 然後他到就引領我 換了一個位子 結果你知道嗎 下面一堆酸民就說 對啊 沒有同理心 了不起嗎 怎樣 歧視 知道嗎 我那一次經驗 那我覺得說 這個是情緒勒索 知道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我到現在 我還是覺得一個問號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太充斥了 如同這個就是沒有同理心 所以那旁邊那個人 是旁邊那個人監禁你 對啊 他就他就是PO了一個文 就是說 類似就是說 我今天 他知道你是誰 對 他就說 然後走過來坐我旁邊那個 是電上某個人 我好興奮 可是就好開心 坐在一起 可是他後來接下來的動作 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類似 什麼不齒什麼之類的 覺得我歧視他 這個跟歧視NO 一點相關都沒有 我只是要休息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不知道 你們會從高雄一路 忍到南港站嗎 那他抖會讓你那個 沒有 我是說 如果是你們 你們高雄上車了之後 然後你旁邊有 有一個這樣子的困人 就是他本身就是有 他有這樣的疾病的人 可是你會一路坐回南港嗎 對 我覺得也許 網友的期待是說 如果是文婉姐 身為公眾人物 他應該要忍耐下來 他應該表現的支持 托瑞斯患者 而且最好跟他一起拍個照 然後說我們就是這樣 支持托瑞斯患者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網友的過度期待 就是我個人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其實公眾人物在私下的時間 他並不是公眾人物 那當然臺上跟臺下文婉姐 已經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才說非常好 是說應該要正視自己的感覺 就是你今天去換一個位置 跟歧視他是兩回事情 那如果說就是他可能會覺得 我覺得站在他的那個托瑞斯患者的 這個例子上來講 比如說如果我今天是托瑞斯患者 或者說我過胖 或者是我過臭 或者是我就是沒有很邋遢 他其實我旁邊真的 人家是不會想要坐 那我還不是只是托瑞斯患者 有時候我旁邊坐太胖的 太臭的 那個有時候男大生 太胖的他不是有衣冠嗎 你知道我們在捷運 我就是要抱怨捷運很多次 捷運的位置非常狹窄 特別是文湖縣 因為我覺得我站起來是說 我想要尋求一個 另外的休息的空間 跟我是不是歧視他 是兩回事情 而且這個過程 曾大哥你知道嗎 因為我知道他有他的難處 可是他只要一抖 我會剛開始會下意識 就是不自覺 我會看他一下 看他一下 一次三次 我就會覺得說 變成我自己不好意思了 然後或者是我閉目養生 突然間被抖 我會醒過來會看一眼 我反而覺得我有點侵犯到他 我怕他會覺得 我幹嘛一直看他 應該是說可以支持 我們可能可以從高雄支持到台南 但是如果你希望我從高雄支持到台北 那我有點不好意思辦不到 他是怎麼動 沒有 就是就是會有很大的 這樣子的動作 有嗎 這樣子 那如果你坐在旁邊 老實講 第一個會干擾嘛 那你就算你忍 你有時候你可想說沒有了 他突然動一下 你還是會看他 可是我覺得這種看 也許你沒有其他的意思 可是他 maybe他的 站在他立場他就覺得說 你幹嘛 你是有色眼光還幹嘛 所以我覺得說最好的 我當下覺得最好的處理方式 就是我換一個位置 結果沒有想到後續是這個樣子 讓我有點嚇到 我想說天啊 換什麼事 其實我心裡是滿受傷的 變老師要怎麼處理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這個誤解蠻大的啦 對 但是如果換作是我 我說真的 我會看我當時的狀況 如果我當時就覺得我很 我很沒事 五晚就很累 對 所以其實說真的 如果我跟我婉姐一樣 我上了一整天的課 我其實也會想要好好的休息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的確 我覺得我會跟我婉姐做一樣的事情 對 然後 妳也會換位置 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 我也不會就是一上車 你就跟旁邊的人開始打交道 做社交或聊天 我其實我覺得 我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你不會跟人家聊天 通常不會啊 可是他認出來 你不是那個 蛙蛙的我配贏嗎 如果他認出來 他想要聊天一下的話 我就覺得OK 那如果他有開啟這樣的對話 然後我一看我知道 他是陀瑞士的那個狀態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稍微關心一下說 那你現在覺得還好嗎 會不會覺得搭車有點緊張 那如果有人想說跟你聊 他一直聊個不停 我不會 我不會跟他一直聊 我會跟他說不好意思 我剛剛已經上了一整天的課 我很需要休息 對 那個真的是我 當下我坐上車 大概已經是九點多了 十點已經倒數的半次了 其實還蠻晚的 那所以其實其實我也不覺得 人家會認得我 我真的老實講 我都 太客氣了 沒有 我從來都覺得 人家不認得我 如果只要他沒有跟我打招呼 我就覺得 本來就是像黃醫師講的 我們工作結束就是 我也是路人 也是路人嘛 結果後來覺得原來他是認得我的 然後就說我什麼態度很差 什麼 我什麼話都沒講 可是就被扣了一個很大 你曾經有過拒絕人家拍照嗎 其實我曾經拒絕過 什麼樣的狀態 好像是我當天就是很累 然後再來我沒有化妝 我覺得我自己很醜 那他們就會講說 沒關係啦 照一下嘛 OK啦 美顏 素顏也很漂亮啦 野生裡溫暖 對 我就覺得說 蠱惑 蠱惑野生 有時候好看跟不好看 不是你們決定 是我們自己覺得自己狀態不OK的時候 真的 你不想要用那個表情弄出去 那我覺得 其實他和你會很開心 回去就說 你看沒有化妝變成這樣 你看 醜照 你真的很難講說他用了什麼 但是我必須要講像是這一個 這個先生啊 他有感覺就是說 你素質的高跟低差很多 我已經兩禮拜 我去台南去市場去安平 然後我去買他們很有名的一個蝦餅 那蝦餅真的是當地很有名的那個 我才不相信 你看我沒有也沒吃過啊 我跟你講 高跟高跟高跟 我帶來給大家吃 好 下禮拜再去 然後我跟他講 那個老闆娘很活潑 看起來是年紀稍長 但是他的打扮什麼 很青春的 然後手還會拿著鈴鐺這樣子 在當地據說很有名 你知道嗎 他後來要求我說 很愛看鄭大哥的耶 我說你本人都沒差耶 鄭大哥呢 我說他也是他本人更年輕 我們大家都沒吃胸 關於說文環今天不喜歡 就不要說白癡 真的真的 然後很熱情的 說我可以跟你拍個照嗎 然後我就OK啊 OK 因為就是很開心嘛 鄉談勝歡 你知道我後來上車的時候 他又跑過來敲我的車窗 他做了一個動作 文環 抱歉 我可以放在我的臉書嗎 你看 我跟你說 其實人就是一個肌肉 你如果今天 你如果說 我都不講話 然後就直接放上去說 文環很喜歡吃我的蝦餅 有的沒有的 其實那個就會覺得說 你利用我的 那個感覺不好嘛 那你如果說文環 我可以放你的FB嗎 放我的FB 說你來我的店 OK 那是不是大家皆大歡喜 就一個動作而已 有時候就是肌肉 對 結果呢 我說OK啊 真的 所以各位真的 各位那個哥哥姐姐們 其實這是一個祝福 我們真的我們怎麼會 我們最後到天 真的 我也曾經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那時候還有call in call in 有call in的朋友打電話來說 我爸爸很喜歡看你節目 他前幾天走了 他想說那邊不要讓他無聊 他可不可以拍一張我的照片 太好意 太好意 你幫我簽一下命 他公開這樣call in 他公開這樣call in 那現場的節目 你這樣可以說沒有 這個真的很難耶 結果你怎麼秀 也就這樣不要怎麼秀 你現在人家爸爸在那裡 現在又有了 大家看 大家怎麼滑滑滑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